本星期二,欢迎收看《天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呼吐征圈》收集分析师唐智洛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阿努,今天大师有什么焦点? 焦点上,短期始终隔期前 大家关注的东西都是最主要看9月28日的议息会议 每天都是看利率期货股间,究竟是减四分一厘还是半厘 近期多了说减半厘的声音 甚至有些声音是缺一次过减四分三厘 当然那些是极端声音为主 但是整个减息的路径越来越明确 我记得上次来做节目,或者达半个月前 市场本身在估计一年内减8次,即减2厘左右 现在9次了,2.25厘 即减息预期是越来越强的,所以我们看市场焦点 关于什么,外围为主 我觉得主要是留意今晚的零售数据 当然在议息会议前,任何重要的经济数据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性 短期来说,其实不是特别担心经济顶着陆 因为昨晚一些纽约的制造业数据 都大幅比预期好 但减息预期仍然在出现 所以我觉得短线主要是围绕着 在议息会议前有任何消息 只要有机会移动到利率 这些都会是市场焦点 而整个星期的重点,即是重头戏 都会集中在整个议息会议上 因为始终除了减多少之外 联储局官员还有经济展望 点阵图,这些都是很影响的事 提醒大家,这个星期是超级议息周 除了美国联储局的议息之外 日本央行星期五都会公布一个议息结果 到底对后市的资金流如何走呢 都会有一个影响 然后我们会做一些scenario analysis 如果减息的幅度是有不同的时候 后市的部署应该怎样做呢 Arno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 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有投资分明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说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个别发展格 导致再度破顶 资金由大型的科技股流向其他股份 导致高开41点后 升幅曾经拡大到超过300点 收市升228点 收报41,622点 升0.6% 标指先跌后升 收市升7点 收报5633点 纳指一度跌超过1% 收市跌幅收窄到0.5% 收报17592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要向下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 焦点股份方面 有权威分析说到 iPhone16第一个星期预订差过iPhone15 苹果股价一度跌近4% 收市跌幅仍要接近3% 是表现最差的导致成分股 Tesla跌1% Amazon也要向下 Intel急升6% NVIDIA要向下跌2%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普遍要向下 美团折合126.33 阿里巴巴折合是81.44 比本港收市略低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超过1% 折合是68.08% 建行再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泰区外围方面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跌超过200点 最新36356点 首二综合指数未升3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 及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 就是区别发展的 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方向都未是很明确的 升近32点左右 稍后到原本会 继续和大家跟进 和安娥谈谈谈外围的情况 联储局今次的议息会议是两天 今晚会开始 星期四香港时间的凌晨 便会公布结果 现在最新见到 预期减半厘的预期又再升温 去到超过六成 美国三位民主党的参议员 最新敦促联储局主席巴威尔 要大幅度减息 他们建议今个星期 一次过减0.75厘 例如联储局在减息方面过于审慎 便会不必要地 令到经济面临走向衰退的风险 委员会必须要考虑 更激进地前置性地减息 以减轻劳动市场面临的潜在风险 现在我们做一个情景预示 如果美国减息0.25厘 即是最近的一次 预示市场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会否比较做好或比较平淡呢 策略上如果真的减0.25厘 大家又可以趁机会去买入什么资产 如果现阶段的利率期负有六成多减半厘 但最后减四分一厘 这就大件事了 这就代表了什么联储局是不看市场意见 独行独行 通常是这样 因为其实你有历史数据 它在显示特别是利率期货多过一边 零售率高度大 就是它不会特意去移动市场上 因为本身市场上 这个就是资本市场的特意 就是说利率期货正在做的人 不是一两个人 是整个全球金融市场的人的整体共同看法 你要跟市场有个特别的看法 你一定要说很多原因去支持 你说现在减半厘是否不合理呢 我觉得不是 其实事实上看到利率太高 近期的就业数据 也不单止是就业数据 甚至看通胀数据也看到 一早在回落下来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 CPI下来才减息 不是的 其实也不是因为减息 所以CPI不会回落 这是很影响经济动力 记住通胀数据永远都是最滞后的指标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经常说 联储局的官员加息减息都是万人几步 原因就是这样 如果现在一口气 减息半厘 其实在说什么 就是说你减息减步 譬如刚提及到民主党官员上面 四分三厘 正在说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论 甚至大家都很清楚明白 现在是大选期 民主党上最大的不明朗因素 或者选民对他最不满意是什么 就是过去这几年利率弄得很高 所以说公楼、消费各方面的压力 经济状况的压力 很明显在这里 他自然是要说极端一点的减息 刚刚其实是他的包装的言论方向 你调转到这个角度上 看基本上他的言论 为什么选择四分三 就是因为联储局太慢减息了 一早就应该减息 其实道理也是类似这样 所以现在市场其实 普遍股价会减半利 之前市场很害怕经济衰退 一口气突然减半利 会担心市场跌很多 现在的东西就调回来 正如刚才说 最主要就是经济数据 昨天说一些纽约的制造业数据 这些不是太重要 如果你看到今晚的零售数据上面 都看到没有预期中那么差 简单的市场都不怕经济衰退 同时你又减息步伐这么慢 这一刻不怕 你减得慢会不会有再次有这个风险 大家就会害怕这一样 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 你最主要看回到 去到9月18日我觉得是怎样 最主要是跟利率期货的大方向 简单一点你不会突然间 去震撼金融市场 即是金融市场不会突然间又要 煩多样东西 死亡 联储局会不会乱来呢 最怕其实是这一样东西 相反地就算今次减四分一厘 或者半厘 你之后长远的利率落下来 就一样是可以了 但以目前的经济状况上 市场普遍是预期一口气减半厘先的 其实我们上次做节目也说了 今年只剩下三次意识会议而已 但其实一直以来市场都觉得 今年在2024年来说 起码减四次 即是减一厘的 所以总有一次要减半厘 或者在意识会议的时间之间 有些突发的减息状况 其实第一方面利率有迫切性下降 第二方面就是一口气减半厘之后 你大选一口气减半厘之后 不要这么多话说 即是你讲减半厘之后 下次再减 大选后11月7日的时间再减四分一厘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市场的普遍共识 应该是减半厘会比较实际的 一个星期前我就会说四分一厘 因为当时经济数据差 特别是飞龙数据出来之后 是比较弱的 但其实你看看飞龙数据出来之后 一些消费者信心指数 包括昨天的地区性的制造业数据 没有预期中那么差 这些因素就有条件支持 减半厘之外 有没有一个经济压增的负面因素 所以从短线来说 市场是估计减半厘 这个机会应该相对比较大 除非今晚零售数据 有一个很大的意外出现 我觉得这个机会比较美 因为始终美国的经济数据比较透明 通常很坦 出现和预期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例如这样说 因为看到利率期货市场 就是说减息半厘的机率 超越减0.25厘 就是上星期五开始的事 你觉得这几天市场已经预期了 减0.5厘的预期了吗 第二件事就是 因为之前大家都觉得减0.5厘 其实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是觉得联储局看到一些数据 是会经济衰退的机会都很大 所以会突然间减减多息 之前如果你上星期说 联储局减0.5厘的话 市场是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震荡 或者叫下跌 如果上星期五开始都有这样的预期之后 你觉得如果18号出来是减0.5厘 市场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向下呢? 是不会的 因为最主要刚刚解释到联储局看什么 看经济数据 利率期货市场的人看什么 都是看经济数据 一个原因就是利率期货在卖的 大家知道联储局看经济数据来做判断 同样地联储局的经济数据 大家都在看一模一样的东西 刚刚你说得对 就是上星期说减0.5厘 市场是会跌下去 原因就是因为 在出现飞龙数据之后 你看到就业状况 特别是在飞龙新增职柜上 创两年来一个最低的水平 市场觉得如果还要一口气减半厘 联储局最紧张是就业状况 那是否代表着 经济有一个明显的硬着陆风险